由美国麦金利开发有限公司和德格萨斯州克里夫兰市协商合作 占地618亩的克里夫兰豪格项目上个月正式启动 也标志着该项目在经过两年半的高效应做后 终于进入了具体的单体建筑阶段 活动上共出席30多人 6月14日位于克里夫兰市的市民中心 美国麦金利开发有限公司和克里夫兰市政府 举行样品房建筑工作会 双方人员包括大连一海集团董事长赵玉海先生 克里夫兰市市政经理 以及市政部门负责人 项目规划设计师 建筑设计师 项目经理等30多人出席 克里夫兰市市政经理Kelly McDonald 在发言中对克里夫兰市豪格项目给予了积极评价 未来对推动该市发展可提升该市品质意义重大 并乐见其项目如期进展 Kelly McDonald 麦金利开发有限公司副总裁David Nermans 介绍了豪格项目的整体情况 并针对当前项目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法 业海集团董事长赵玉海先生 此次专程来访美国 视察项目进程 他在发言中表示 作为投资人 对该项目进展感到振奋 并感谢克里夫兰市的合作 同时强调样品房实施过程中的质量 安全 高效 安保和节约的原则 并保证各个部门都能协同合作 豪格项目是美国麦金利公司的第一个开发项目 但绝不是最后一个 更多的项目正在筹备和计划当中 希望能继续发扬麦金利公司友好的工作范围 建立长期合作的诚挚关系 当天与会的建筑师和设计师也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同时 各个施工环节的承包商也利用此次会晤进行互动交流 豪格项目是麦金利公司立足打造美丽克里夫兰绿色概念 突出最适合居家生活的特色 同时 该项目也是克里夫兰市首个出现在主体社区 设立不同档次 互形结构多样选择 包括独立别墅 连排公寓 九栋高尔富球场 水上公园 环绕社区进行的39英亩人造湖区 同时 健身房 网球场 篮球场 一英俱全 此外 该项目和122英亩工业园项目都将对该市的税收和增加工作机会都将起到推动作用 之后 赵玉海董事长接受了美南国际电视的采访 他对两年半时间内 麦金利公司所取得的高效进展表示满意 同时对该项目未来的发展表示乐观 并再次强调 遵循公司勤奋务实真诚的做事原则 以客户为上 做到换位思考 注重细节 把最好的产品奉献给市场 美国麦金利开发公司是美国德克萨斯州注册的责任有限公司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投资美国房地产和商业地产开发 现财贸易以及连锁餐饮项目 公司的全资股东是赵玉海先生持股的大联谊 益海集团责任有限公司 我们麦金利公司的服务重细 就是以我们麦金利公司的勤奋 务实真诚 我们麦金利公司的产品定例 就是假设我们服务重细的话 我们会把这项目做到什么程度的定义 就是我们要把每一个产品的所有事情 循尽我们的智慧 循尽我们的能力 把最好的最优质产品 分解给我们的用途